成语是汉字文化圈特有的语言形式 存在于汉语中 它是一个固定短语 表达了一个固定的语音 常带有历史故事及哲学意义 成语大多数由四个汉字组成 在文言文中广泛使用 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YouTube小谈 长语篇第37集 无地自容 事已 没地方可以藏身 形容羞愧之极 于本史记卷七七 为公子列转 典元 史记卷七七 为公子列转 照效成王的公子之角夺 尽笔兵而存照 乃于平连军纪 以武成封公子 公子文之 亦骄金而有自宫之色 可有说公子约 物有不可忘 物有不可不忘 夫人有得于公子 公子不可忘也 公子有得于人 愿公子忘之也 且脚为王令 夺尽笔兵已就赵 于赵则有公义 于卫则未为忠臣也 公子乃自骄儿公之 且为公子不屈也 于是公子立自责 似若无所容者 典故说明 战国时 魏昭王的小儿子 魏公子无忌 是魏昭王的同父一母的 据史记 卷七七 魏公子列传 在昭王死后 安离王即位 封公子为信陵君 他天性仁厚 浩仰士又贤名 魏安离王二十年时 秦昭王或昭常平君 又进兵为邯郸 魏无忌的姐姐 是赵慧文王的弟弟 平原君的夫人 平原君数次请就于魏 魏王就派将军 尽比率十万大军前往救赵 但秦王派使者警告魏王说 如果赶去救赵 秦灭赵后 下个就是灭魏 魏王听了很害怕 即要尽比屯兵观望形势 平原君派使者 去跟魏无忌求救 说 寒丹城早晚就要被攻破了 你即使不管我们赵伯 难道你就不可怜 你姐姐吗 魏无忌听了十分忧心 就让门客便是用种种方法去劝说魏王 但魏王害怕秦国报复 始终不肯答应 后来魏无忌用侯营的计谋 将兵服道出 假托王猎 并杀了大将军 尽比夺取兵权 他在从中挑选精兵八万 打败秦军 解救了邯郸 保存了赵国 赵王和平援军还亲自到国境上迎接魏无忌 魏王很生气魏无忌偷到兵服 假托命令并杀了禁敌 魏无忌自己也知道魏王不悦 所以他让将军带领着他们的军队反卫 自己和门客则留在照顾 赵孝王感激魏无忌大力相助 于是和平援军商量 想将五个诚意封给魏无忌 魏无忌听到这个消息 神态骄精 显出自以为有功的样子 门客中有人劝魏无忌说 有些是不可以忘记 但有些是不能不忘记 别人有得于您 您不可以忘记 您有得于人 希望您忘了他 况且假托魏王的命令 夺取禁敌的兵权以解救赵国 对赵国而言是有功 对魏国而言却不可称为忠臣 现在您竟骄傲地自以为有功 我认为您这种态度实在不足其 于是魏无忌立刻反省自责 唐佛羞愧的没地方可以藏身 所以赵王在提及时就辞泽了他的好意 后来无地自容这句成语就从原文中的四若无所容者演变而出 用来形容羞愧之急 用法说明 一 被当面指出所犯的错误是他直羞的无地自容 二 这么重要的表演竟然出错 几乎把我急得无地自容 三 出了这种家丑 他感到非常难过 简直羞愧的无地自容 四 老板严苛的目光使他觉得无地自容 恨不得挖个地洞栽下去 五 话才说出口 他立即觉得不妥 脸上一抹红云 羞愧的无地自容 六 得饶人处且饶人 眼见他如此无地自容的样子 你就少说两句吧 七 当有人突然当众拉下他的假发时 他囧得无地自容 不知如何是好 八 面对指责 我原以为他会觉得无地自容 没想到他竟然显得毫无悔意的样子 九 当着众人的面则骂小孩 会使他害羞得无地自容 而伤害了自尊心 这是得不偿失的做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